大家好我是艾爾文 DJI這家全球空拍機市佔率最高的公司 在上個禮拜發表了他們最新的空拍機 這是一款中階的空拍機 叫 DJI Mavic Air 我想很多人已經蠢蠢欲動了 今天沒有要來開箱 但是感謝先創的邀請 小弟有幸參加 DJI 在1月的最後一天31號 在台灣台北三創這邊舉辦的 新產品的發布記者會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會看到 DJI Mavic Air 但是在去之前 讓我們先來比較一下 DJI的初階空拍機 DJI Spark 就是我之前開箱過的 DJI Spark 還有他們的中階空拍機 DJI Mavic Pro 跟 Mavic Air 比較高階的那些 Phantom 或 Inspire 就不在我們今天影片的比較範圍之內 首先大家不要被這個名字混淆了 因為可能對蘋果產品 有一些認知的朋友們 可能會想說像 Macbook Pro 它就是比較專業級 比較高階的筆電 用來做影像處理 或者是修照片這一些 那 Macbook Air 就是比較初階的筆電 可能用來做文書處理啊這一些 DJI的命名方式好像不是這個邏輯哦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比較吧 這個表格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可以了解這三樣產品之間的差別 有人說 Mavic Air 像是 DJI Spark 跟 Mavic Pro 之間的結合體 的確也是蠻像的啦 那橫軸這邊我就列了13項 來進行這三個產品的比較 首先我們從最重要的價錢開始看起 DJI Spark 單機版 13500塊 全能套裝組 15900塊 Mavic Air 這個新產品 26500塊 全能套裝組 33600塊 Mavic Pro 34500塊 套裝組 44500塊 如果是以單機版的價錢來做比較的話 DJI Spark 跟 Mavic Air 之間相差了13000塊 Mavic Air 跟 Mavic Pro 之間相差了8000塊 初階版的 Spark 還是最便宜 重量 DJI Spark 300克 Mavic Air 430克 Mavic Pro 734克 初階版的還是最輕 內存 這個是新的功能 在這一次 Mavic Air 推出的時候 才有的 也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沒有帶記憶卡出門的話 你還是一樣可以飛可以拍 它會直接儲存到空拍機裡面的記憶體 所以 Spark 跟 Mavic Pro 都沒有 那 Mavic Air 裡面有 8G 的記憶體 速度方面 這裡寫的是 Spark 模式底下的最快飛行速度 所以我這裡寫的一個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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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rk 每小時 50 公里 Mavic Air 每小時 68.4 公里 是最快的 Mavic Pro 每小時 65 公里 抗風級別 Spark 因為它體積比較小 它能夠抗風級有 4G Mavic Air 跟 Mavic Pro 都是 5G 飛行時間 最長最長 Spark 可以到 16 分鐘 一顆電池 Mavic Air 一顆電池可以飛行 21 分鐘 而 Mavic Pro 是 27 分鐘 如果是 Mavic Pro 的博晶版的話 還可以飛行到更長的時間 早上起飛 就是你可以直接從手上拿著空拍機 然後按兩下讓它可以直接起飛 這個是 Spark 獨有的 另外兩台都沒有 手勢控制 就是你可以控制那個空拍機 然後往左往右 Spark 是第一台擁有這個功能的 所以 Spark 有 Mavic Air 也有 我這裡特別畫了一個清單號 為什麼呢 我記得 Spark 只有拍照的手勢 但是沒有錄影 但是 Mavic Air 有錄影的手勢 我不太確定說它會不會同步升級還是怎麼樣 但是 Mavic Air 它如果比一個夜 它就是拍照 如果比一個這樣子的手勢的話是開始錄影 Mavic Pro 沒有 傳感器這個就是 Sensor 它可以偵測前面或者是下面有沒有障礙物 如果有的話它就會停下來 Spark 跟 Mavic Pro 都是前面跟下面有傳感器 Mavic Air 就厲害了 除了前面跟下面之外 連後面它都有傳感器 這是用在什麼時候呢 比如說我今天空拍機在我的前面拍攝我在跑步的樣子 那我希望它可以追蹤我往後飛 然後拍攝我往前跑的樣子 那這個時候如果後面有一棵樹 然後它沒有傳感器的話 就會直接撞上樹 現在 Mavic Air 的後面也有傳感器 所以如果後面有一棵樹的話 它會繞過那棵樹 那這裡我也提一下 因為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功能 是 Mavic Air 才有的 叫做 APAS 英文唸起來有點擾口 叫做 Advanced Pilot Assistance System 這個功能就是當你往前推 它往前面飛行的時候 比如說前面有一棵樹 它不會停下來 它會自動的繞過這一棵樹 即使你沒有條左右 下一個是手機控制距離 因為這三款空拍機 都能夠直接跟手機連上線之後 透過手機來去操控你的空拍機 但是能夠控制的距離就有限 沒有遙控器來的那麼遠 那 DJI Spark 是100米 Mavic Air 我找不到相關的資訊 所以如果有人知道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嗎 Mavic Pro 是80米 遙控器的控制距離 這個是個遙控器 不好意思喔 我美術真的不太OK 透過遙控器來控制 Spot 最遠可以到2公里 Mavic Air 4公里 Mavic Pro 7公里 那基本上7公里 你也看不到它的啦 穩定 DJI Spark 只有2軸穩定器 Mavic Air 取代了 Mavic Pro 成為 DJI家族當中 最小擁有三軸穩定器的空拍機 所以 Mavic Air 跟 Pro 都是三軸穩定器 最後一個是畫質 Spot 最高只能夠拍攝到 Full HD 也就是 1920 x 1080 每秒 30 格 只有 24 Mbps Mavic Air 跟 Mavic Pro 都可以拍攝到 4K 每秒 30 格 但不一樣的是 Mavic Air 竟然有 100 Mbps Mavic Pro 只有 60 Mbps 2.7K 的拍攝 Mavic Air 可以拍攝到每秒 60 格 Mavic Pro 只能夠拍攝到每秒 30 格 FHD 1920 x 1080 Mavic Air 可以拍攝到 120 格 每秒 這個對於要拍攝慢動作來說超好用 就連我現在正在用的 Canon 也就只有 60 格 每秒 Mavic Pro 在錄製 Full HD 的影片 最高可以達到 96 格 每秒 那假設說你要用 Mavic Pro 來錄製 120 格 每秒的話 只能夠錄製到 HD 的畫質 也就是 1280 x 720 透過一整個這樣子的表格的比較 相信大家也看得出來 用黃色便利貼的就是相對來說比較具有優勢的 你們看哦 DJI Spark 1234 就有 4 個 Mavic Air 1234567 Mavic Pro 1234 所以現在大家可以理解為什麼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就說 不要被名字給混淆了嗎 那關於 Mavic Air 的做工啊 或者是它的遙控器上面的一些特別功能 我們就直接看實體的時候再來說明 那現在我們就出發前往記者會吧 我們就直接看實體的時候就說了一台 Mavic Air 可惜 幸運的不是我 在試飛之前我們在今天現場也看到了很多 YouTuber 包括 劉沛 大家好我是劉沛 今天也是來幾頁 Mavic Air 對 對這一台有興趣嗎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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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我就覺得我一定要一定要去試一下 所以你的 Mavic Pro 怎麼辦 再看吧 因為我想要測試一下到底這個是不是比 Mavic Pro 好 如果我覺得比較方便 比較好用的話 我就可能 Mavic Pro 就賣了 OK 下一位 鹹魚爸 我是鹹魚爸 常常在鹹魚爸的頻道上面可以看到很多 有一個沒一個的機器 超級無力多 然後接下來我會把我的滑板送去給鹹魚爸 幫我改裝成電動版的 好 謝謝鹹魚爸 不客氣 現在就到我來去試用這一台 DJI 最新的空拍機 Mavic Air 好 今天的體驗活動主要都是以手勢為主嘛 OK 這個手勢的功能其實並不是第一個 其實在 DJI Spark 的時候就已經有了 但是在 Mavic Air 這邊呢 他們加強的一個功能就是 你可以直接用它來起飛之後然後進行錄影 就我們來試試看這個功能 好 偵測到我了之後 它就會開始起飛 然後你就可以用手來去進行操控 用手勢起飛之後基本上它就會進入跟隨模式 所以我動 它就會跟著我去跑 不管我今天走到哪裡 它就會跟著我去走 那當你要拍照的時候你就比一個夜 它就偵測到你就開始拍照了 今天加強的這個錄影的功能是 你要比這個手勢 有了 這樣就開始錄影了 它進入跟隨模式之後我怎麼走 它就跟著我錄 那最好的功能就是APAS的這個功能 當我往前走 它往後跟隨的時候 它的後面是有一個Sensor的 所以後面如果有樹有牆的話 它是不會直接撞上去的 還有一個功能是 往前飛跟往後飛 要往後飛的時候就把雙手打開 好 它就往後退了 好 它就回來了 讓它降落的話 就是操控到你要它降落的地點 然後把它往下降 只要走下來就好 對 好 它現在感受到了 6分鐘 喔 OK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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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我手上的這一台呢 就是 DJI 他們最新款的這台空拍機 DJI Mavic Air 體積我覺得它是最小的 為什麼呢 我今天還特別把我的 DJI Spark 帶過來 因為你今天如果要把 Spark 帶出門的話 你一定會把它裝進這個盒子裡面 但是 你比一比 Sprat 裝進盒子的體積有這麼大 放在包包裡面非常的佔空間 但是 Mavic Air 它可以把它折疊起來 就變得這麼小一隻 展開之後的大小 跟 DJI Spark 比一下 Sprat 就比較小台一點了 但是收納跟方便攜帶性來說 Mavic Air 是比較具有優勢的 我第一次拿到 Mavic Air 的時候 就是 非常的有質感 Sprat 拿起來還是會有點像玩具 但是 Mavic Air 就不會 前面的這個腳呢 是可以收納起來的 那其中一邊是它的 Wi-Fi 接收束 那收起來的時候就這樣子 先把它的兩個腳收起來 往內折 後面的兩根腳呢 就往內收 就這樣子 你甚至可以直接 把它放到口袋裡面 就可以帶出門了 這個 就是 Mavic Air 它的遙控器 這個是 DJI Spark 的遙控器 為什麼會長這個樣子 因為我每次要把它帶出門的時候 我就很怕這個搖桿會被折到 所以我就把原廠在盒子裡面的那個海綿 把它放在上面 然後把它捆起來 這樣子我帶出門的時候 我才可以確保說我的搖桿不會被折到 但是這一次在 Mavic Air 這邊 他們多做了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直接 把這個搖桿把它拆下來 拆下來之後呢 它就變這樣子 橫放 放在包包的時候就不怕它被壓到 那另外它在下面這一邊 也做了收納的功能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這個搖桿 收在這一邊 好 就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收在裡面 這樣帶出門 就不會忘記帶了 這個是 Mavic Air 的遙控器 同樣上面都是沒有螢幕的顯示 但是 Mavic Pro 上面就有 這個是他們之間的差別 好 以上就是這一集幫大家比較的 Mavic Pro Mavic Air 跟 Spock 喜歡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趕快入手吧 這支真的很強 劉沛 鹹魚爸 先走了 掰掰 掰掰 我們 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